听说呀 吃饭那家店真的很不错 是吗 真有他的啊 我们尝一尝上去 好啊 好啊 我们去给他蓬蓬炒 对啊 对啊 那什么时候去啊 我想想啊 咱们找个时间 干什么呢 我们要去吃 没事 吃什么 干活干活 干活了 吃饭喽 吃饭喽 我们饭馆啊 又推出新菜系了 赶快进去尝尝吧 又新菜系 就是这儿吧 快点 吃饭 有什么好吃的呀 我们来了 你们来了 我们人又推出新菜系了 走 带你们进去尝了 好好好 吃饭饭装 快尝尝 有新菜呀 嗯 味道很好啊 白锦峰啊 你也尝尝 您吃吧 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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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尝一点 不吃你熬后悔的 这菜呀 可有来头了 好了 哪那么多话 坐下吃饭 呦 爹 您太聪明了 没错 这个呀 就叫吃饭 哼 什么意思啊 呦 娘 您还不知道啊 咱们这儿啊 开了一家生意特别好的饭馆 就叫吃饭 杭请真 哎呀 这名起得怪有趣的 吃饭 真白 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 这家饭店是江家园开的 好像徐恨也在那帮忙 你不说话会死吗 他开了饭店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哎呀 难怪呀 我昨天在裁缝店里 那些三姑六婆们啊 都冲着我 冷嘲热讽的说些 我听不懂的话 哎 说什么我精明厉害 还能训练儿媳妇 厨房的手艺 我还正纳闷呢 你们还羞不羞啊 我 我们 我吃饱了 爹爹门用 你给我坐下 哎呀 你这发的哪门子邪火啊 我就说你们还羞不羞啊 原来你早就知道 他们要在外面抛头露面 面对生活 归来你也不言语一声 哎呀 这关我儿子什么事啊 是他自己要搬出去住的吗 要不是你做得太绝 他会搬出去吗 儿媳妇 儿媳妇你待不住 下人下人你也管不住 人家还不是咱们家儿媳妇呢 人家不是摆明了不想进我们家门吗 不进就不进呗 难道我儿子还找不到媳妇了 可我丢人 人家情愿在外面吃苦受罪 自谋生活 也不愿意留在咱们行家过日子 他真是冲着我打耳光 那是他没福气 我原以为他只是出去散散心 透透气 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原来人家不声不响的 在外头干了起来 唐进风 你早就知道了 居然回来还不说一声 没什么好说的 说了他也不听 难不成还去求他吗 他就是求也得把他求回来 求什么呀 他不过就是个没过门的媳妇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还把他捧上天不成啊 我认为这回娘说的是对的 你们懂什么 他理亏犯了错 自参行贵地离开行家 跟咱们理直气壮地把他逼出去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都忘了吗 上回我们就是怀疑他 非要他雁明清白 最后灰头土脸地让人家退了婚 后来 外头是怎么说的 没有一个人站在我们这边 都说啊 江家有骨气 杭家多疑 此一时彼一时 那是江家正风光 可是现在就会说得更难听了 会说江家风光不再 破坏了 他们杭家就势利严 仗势欺人容不下他 把他给逼出去了 爹 你未没想的也太多了吧 是啊 不想啊 江宣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他不就是帅姓儿围了一辈子吗 结果呢 做人做人 人好做吗 至死方休 连死了还怕被人鞭尸呢 我告诉你们 人生道上 就怕走错行错一步 哪个环节疏忽了 得罪了谁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们谁都想不到 否则也不会有再回头 以百年生的遗憾了 你们都给我牢牢地记在心里 反正我是不会去求他的 吃饭 吃饭 几乎 怎么样啊 倒水 怎么样啊 今天 三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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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证明我呀 是天下第一雏娘 看把你给乐的 不就多双鞋吗 何止是一双鞋啊 这证明我手艺好留住了客人 而且还招来了新客人 了不起 行行行 你了不起 你牛 当然 大家嘛 都有功劳 来 庆祝庆祝 这就清楚啊 大家都很辛苦 弄点好吃的来犒劳你们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一吃啊 就吃掉了半双鞋 别舍不得 那咱们可是干大事业的人 吃掉几双鞋算什么呀 来点菜 冰糖肘子 冰糖肘子 我做的都快吐了 八糟花 我可能是难人 집いうこと 而是准这儿 别管了 就行了 这是衣安案的 吴绅呢 小气 本来就是自己人吃嘛 就是自己人才要吃好一点啊 吴绅来了 这个菜可贵了 海参 你看这佩云小气的 小姐 小姐 老板娘 快点儿就等你了 我正在做冰糖肘子 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快点儿等你 来了来了 冰糖肘子来了 来喽 还真有啊 我平时看着别人吃把我馋死了都 老江湖 我敬你 小姐 佩云 我不喝了 留着给客人喝的 喝喝喝喝 难道高兴吗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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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家了 是啊 我成天敲锣打鼓吆喝着 也没人敬我 我也挺辛苦的嘛 哟 会撒娇啦 这道冰糖肘子不是我给你做的啊 那好 来 我敬你 来干了 干了 哎 没酒了 佩云 没酒了 去拿上等的酒过来 我这就去 除了酒 你们还要点什么呀 你只要快点儿就行 景峰少爷 其实这些菜啊 以前在家里根本不稀奇 不是天天都有嘛 可是没有这个香呢 就是 来都来了 干嘛不进去啊 不了 进去扫兴 不会的 待会儿欢迎你还来不及呢 算了 我还没那么不识趣 你进去吧 就当没看见我 景峰少爷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像 不想我们吗 这个 是送给小姐的吧 帮我交给她 不 你自个儿给她 对了 反正她也不稀罕 你没送 怎么知道我不稀罕啊 有这么送礼物的吗 让人转交 一点诚意都没有 给我 阿恨 跟我干一杯 喂 你现在舍得了 那可是卖银子的 你喝不喝呀 你怎么那么啰嗦 佩云 你属猪 你属猫头鹰 不是吗 专门在夜里出现 只敢抹黑 趁夜里偷偷来看我 我还宁愿没来过呢 省着看着心里不舒服 怎么又不舒服了 眼睁睁看着你跟别人 在那儿喝酒吃肉呢 那我开心 你不高兴吗 你这份开心里边 没有我 因为你没参与 我天天等着盼着你来 你一来 不是找茬 就是骂人 还嫌我臭 那就是臭啊 以前你身上总是香喷喷的 看看现在 这怎么还有一股蒜味啊 这是劳动汗水的香味 那就是臭味 一个姑娘家 身上没点腌制花香 弄得浑身臭烘烘的 黄景峰 你要是真喜欢我 臭也是香的 你要是嫌我臭 以后别来了 从今以后 我浑身就是这个味 不敢委屈你 杭大少爷的鼻子 别喝了 别喝了 不是你高兴得太过火了吧 都让你一个人喝吧 别喝了 你们都别管我 小姐什么呀 喝 江家元呢 这丫头喝多了 你不是舍不得喝吗 小姐 景峰少爷她 吃菜吃菜 这光喝酒不吃菜啊 伤胃 喜得香喷喷的 等她来的时候她不来 她不来 浑身臭烘烘的时候 她倒自己跑过来了 你说 我们是不是没缘分啊 我 我还是不来 这种人是会 来这种感情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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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